记者8月9日从北宜亚洲象群安全渡过原浆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8月8日,14头北宜亚洲象安全渡过原浆干流继续南返 加上7月7日,以送返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雄性亚成体毒象 北宜的15头亚洲象全部安全南返 象群总体情况平稳,沿途未造成人象伤亡 2021年4月16日,17头原生活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亚洲象 离开了传统栖息地,首次进入玉溪市 开启为期110余天的北上之旅 象群历经玉溪、洪河、昆明三个州市,行径600余公里 自从亚洲象北溪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和信息通信 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充分地参与到了这次实践的处置过程当中 也参与到了安全防范和筑签的工作 我们可以说是边工作边研究边应用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存留了大量的科学研究 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的成果数据 为今后的科学有序开展亚洲象保护管理工作 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亚洲象北溪途中各级部门不懈努力 通过适量投石引导、疏赌结合的方法 开展筑签工作 北溪亚洲象群逐渐难返 根据专家研判 由于雨季河流斩水 象群无法自行跨越原江天险 因此采取人工引导 助其跨越原江 渡过原江杠流 对于北溪的象群回归适宜七一地 和最适宜七一地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对于亚洲象而言 原江流域虽然是食路水源还比较丰富 但是因为它是吸数冠虫 引致条件不好 而亚洲象作为野生动物 它需要很好的休息场所 或者是一些奇迹环境 引致场所 那么像这样的环境条件 不适宜长期滞留 因此呢 北溪象群渡过原江水系到达江战南岸 七一地的适宜性将大幅度的增加 并且呢 更容易与其他的象群进行交流 那么对他们整个总群的稳定 和反面 还有他这个总群的安全性呢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象群在玉溪市原江县 红河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 距离普尔市墨江县26公里 象群虽然安全通过原江 但相关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 还将继续 直至象群进入普尔市墨江县 十一气息地后 转由普尔市西双版纳州 实施常态化管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